神国之光的弟兄姊妹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神国之光的线上崇拜 我们现在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去听神的话语 现在已经是七月份 哇 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快就七月份呢 你记得吗 我开始2021年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今年开始2021年的时候 我和你们分享了什么 我分享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重要 开始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恢复我们内心的生活 我们来说到要恢复我们生活 我们内心的生活 在这边我们看到 我分享的是什么 我是分享我们的话语 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在分享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的祈祷的生命 我们的习讨的生命 我们的热情 不是疫情 是热情 我们的热情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热情 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属灵里面的热情 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的热情 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星期要开始的时候 就是感动到我来说这个 就是感动到我要说这个 因为我心里想着说 我要说些什么呢 我在说我要说什么呢 好像每次我都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好像我每次都在说不一样的东西 刚好我妈妈就说了 你什么时候要清洁你的花园 刚好我妈妈说 你什么时候要清洁你的花园 我看到她说 哎呀 我的花园很烂的嘛 你自己知道我很懒惰 哇 你又拔掉那些草 你也要拔草 所以我们看清洁的花园 哎呀 我就想不可以做的 所以要清洁我的花园 我真的不想做 尤其是这种草 根是生在里面的 你也看到这种野草的根生在里面 哇 我一拔了之后 只是那个叶走出来 你也知道我拔了只是叶子走出来 那个根同在里面 那个根还在里面 是 真的很烦 真的非常的麻烦 你不打理一下 哎呀 不干净也不漂亮 如果你不清洁 不干净也不好看 不过我是很烂 可是我也很懒惰 也很冷 也非常的寒冷在外面 是吗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怎样呢 让我看到这个圣经里面 在《真言》第24章 第30-31节 《真言》第24章30-31 我经过难道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经济掌门了地皮 刺草 遮草 遮荷流 田面 石层 药 堵塔 流 哇 即是说我是很烂的人 所以说我是很难多的人 所以我们就立刻起床了 我就马上起来 哇 那个早上我还记得 那早天的早上我还记得 因为我妈妈说 我妈妈说你还不去拔草 我就说 哎呀 你这么厉害你拔啊 我就说你这么厉害你来拔 之后我想一下 之后我要想一下 那我要想一想 我还是要风平浪静 我还是需要风平浪静 OK OK 就要去拔草了 好了我就去拔草 因为为什么呢 你在下雨的时候 你怎样拔草 如果要下雨的话 你怎么去拔草呢 就没下雨的时候 我快快拔了 还没下雨的时候 我就快快把它拔了 就拔了那些草 就拔了全部的野草 哇 整得很紧净 非常的干净 哇 看到我这几盆花 你也看到我几盆盆栽 哎 真是 哎 我好 我不懂怎样种花草 我真的不会种花草 哇 尤其是叫我种树 尤其是叫我种树 哎 种树多个种树 我种树 比种树还多 每次种树 我看到那些树 一个一个是会死的 我每次来种树的时候 看到一棵树就要树掉了 我每次国家说 我手是种不到树的 我每次都觉得 我的手是不能带种的 但是你每一次 有uncle啊 unty 给我一棵树的时候 每次有阿叔阿姨 给我一棵树的时候 哇 我就说 哎呀 就一定要用什么方法 来种给那个花草漂亮些 到底有什么方法 种那个花草比较好看呢 我还记得我有一棵 好像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palm tree 我也记得有一个 类似梨子的树 那时候种到 差不多死也干了 种到快要干枯死掉 本来青青很漂亮的 本来是绿绿很好看 种到很大棵 已经种到还蛮大棵 谁知道 一下子没有什么淋水 等一下没有什么药水 它变成黄了 它的叶子变黄了 黄了变成黑了 变黄之后就变黑了 哇 看到它干了 变枯干的感觉 我什么样放水 我都不看得到 我就不断地摇水 看不到它会变青 看不出它还会回来 哇 我看到我都害怕 看着我也害怕 之后呢 Pastor Jean就帮我拿回去 Pastor Jean帮他拿回去 我呢就 哎呀 你帮我 你帮我照顾它 你还是帮我照顾它吧 哇 它一照顾了 哇 现在又很大棵 它拿去了 现在又很大棵 我都不好意思帮它拿回 我也不好意思拿回来 我怕它拿回来 又死了 我怕它拿回来 种药要死掉了 所以每次 我种到它都会死 每次我种什么都死 所以今早上 今天早上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想问问大家 你清理了你的花园了吗 你清理了你的花园了吗 尤其是我们属灵的花园 尤其是你属灵的花园 因为属灵的花园是在里面 因为你属灵的花园是在里面 没有人看到的 没有人看见 因为在你家里的后面 在你家里的后面 也是没有人看到的 也是没有人看见 所以因为没有人看到 我们没有什么用心去打理 因为没有人看见 所以我们没有心机去打理 那你就想问一下 你们有心机打理 今天早上 希望你们有心机来打理 是我们属灵的花园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来一起祈祷 天父我多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 我们可以透过神你的话语 今天早上透过神你的话语 我们祈求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打理一下我们的属灵的花园 帮助我们打理我们的属灵的花园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花园里面 究竟我们有没有做到对的事 看看我们的花园有没有做对的事情 拔一下那些草 打一下野草 放一些肥料 放一些肥料 哇神啊 我们欺求你的天上的雨 主我们祈求你天上的雨 大大的降临 还有你的太阳大大的照耀着 让我们的花园更加美丽 让我们的花园更加美丽 天父我多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Amen Amen 所以我有时我能看到 每次在那里拔草的时候 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每次来拔草 这个治标不治本 这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怎么样 草根是会生的 因为那个草根还会生的 所以不是因为草 那个树没有力量 不是因为那个树没有力量 不是因为那个树 令到那个树就不可以成长 不是因为那些野草 让那个树不能成长 但是因为那个树 一定要有一个对的方法 而是种树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看得到 我们的花园一定要拔草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花园 一定要拔掉野草 看得很漂亮 所以就看得很好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而已 在这边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 这个《耶利米书》第17章第17章 我们问你 《耶利米书》第17章第17章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灾于水旁在河边窄根 然已来到 并不惧怕 业子仍必翠络 在江汉之地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这边我们看到 依靠耶和华 而耶和华是可靠的 我们看到这里说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这个人是依靠耶和华的呢? 这个人是依靠耶和华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 每次都说到 他是义人 每次圣经也说 这个人是义人 为什么呢? 就好像今早上 我们唱的那首歌 对吧? 他先带领我们唱歌 一会儿有说到 义人 大理经在说 我们有说到 我们是义人 所以这个义人 他是依靠耶和华 所以义人 就是依靠耶和华 因为他认识我们的神 而且他要依靠他 而且他要依靠他 很重要 我们知道 我们的天父是可靠的 最重要是知道 我们的神 以后华是可靠的 他那边的神是可靠的 那你写着可靠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经文 耶利米苏第十七章 其实是说给一个义人 所以耶利米苏十四章 其实是写给义人的 义人是谁呢? 义人是谁呢? 就是你和我 就是你和我 我们全部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们全部人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个义人 我们就是那个义人 Amen 超过耶利米苏第十七章 七到八节里面 所以透过耶利米苏十七章 七到八节里面 我学到有四个关键 学到有四个的关键 怎样有这个义人 有一个蒙福的义人 所以怎样成为一个蒙福的义人 所以头体一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 所以头体一样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不要自表不自本 我们不要自表不自本 不要只是脉草 不要只是拔草而已 头体一样东西我学得到 就是一定是一个位置 学到的就是位置 那个树一定要种在一个正确的地方 那个树一定要种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在这边你能看到 他必 种什么 种在雨水旁 他必摘树于水旁 一定要种在一个水旁 所以他一定要摘在雨水旁 所以我知道头体一样东西 就是一定要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头一样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位置 那我就想问一下每个大兄姐妹朋友 所以想要问一下每个弟兄姐妹朋友 你的属灵的树不是在我们种在正确的地方 我们的树灵种在正确的位置吗 对 我们的这个树怎么会知道 我们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位置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 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 就像这个树那样种在一个正确的地方 就好像这棵树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加勒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里面写什么 《加勒太书》第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针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在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乙子而活 祂是以爱我 为我写的 所以我们要很明白 所以我们要很明白 一样东西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位置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位置 他这边写 他这样写 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 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救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我们这个是新的人 这个是新的人 我们有活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每一个大兄姊妹朋友 都有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活的基督 所以我们的位置 就是知道我们是活的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的位置就是 耶稣基督已经活着在我们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就会给我们这个力量 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们力量 我们每次说 我们的那个旧人 每一次我们都说 那个救我 我们看到我们的旧的人 好像要復活 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我 好像要復活的感觉 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要记得 可是每一次我们都要记得 这个救人已经钉在十字架 这个救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要活的时候 他要活的时候 他要 那个钉筒就钉住他 那个钉子还是钉着那个脑 他是没有力量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有活的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已经活的 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活着的 是一个活的 是一个活的 所以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里 我看到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回事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如何来 那个位置 所以第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位置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你知道我每次种花草都死了 你也知道我每次种花草都死了 哦 这个花 你看看这些花 它差不多灰色了 它快要灰 哇 我都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每次都有淋水 可是我每次都有淋水啊 但是它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变色的 为什么它突然会退失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要死了 它好像快要死了 旁边的那棵 它有一个花 它的叶子好像是花 又好像要死了 好像快要死掉了 我说死了 又要死了 我又觉得 嗯 看来也是快要死 每次种到它都会死 每次种什么都要死 都怎么样呢 我就寄了去另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就把它移盆 移到另外的地方 我就放在外面 就放在外面 很多人说 这样的花草 不用太多的水 很多人说 这样的花草 不用太多的水 所以第一件事 我看得到 我的盆 在下面是有滚的 所以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 那个盆子下面是有洞的 所以当它有水的时候 水会流出来 所以有水的时候 那个水会流出来 但是泥 整天都是湿的 可是那个泥 经常是湿的 哇 那个花 不知怎样 萌端变成了青色 哦 那个花突然变成绿色了 所以本来差不多是灰色了 本来是咖啡色 现在变成青色了 现在变成翠绿了 另外的那个好像 它开花了 另外的一个 也想要开花 我的表姐就说 哎呀 这么难看 我的表姐说 为什么这么难看 好像两枝东西上来 好像两枝东西上来 哎呀 剪下去了 整给它漂亮一点 要收剪它 让它好看一点 我看到这个花很漂亮 我就看到它很漂亮 你说peace 好像 peace 和平 幸好它不是交叉 还好它不是交叉 finger 给你深 还好它不是交叉 给你一个心 好像那些 韩国的明星 给你一个心 好像韩国的明星 要给你一个心 所以我们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位置 所以对一样 最重要的是那个位置 所以我摆了那个位置 在另一个地方 当我换盆 换了一个正确的位置 哇 又雨会下 有雨水会下 我差不多有 可能有三四个月 我没有看着它 有三四个月没有看着它 它突然就变了颜色 它突然就变褪绿了 因为它够水 因为它有足够的水 它有够太阳 它有足够的太阳 太阳就照着它 太阳就一直照耀着它 因为以前我放在里面 以前我是放在家里的 放在里面的时候没有太阳 放在家里就没有太阳 也很难没有淋到水 也很难没有要水 它们说不需要很多水 它们说它们不需要水 所以这样的植物很适合我 不用水的树是最好的 不需要水的树是最好的 不过往往就是 这个世界不需要水的树 没有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 不需要水的树 你也需要喝水 你也需要喝水 不喝水一会儿干了 如果你不喝水 也会干得哭 所以第一个月 我们看到它的位置 所以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位置 其实我已经说完了 我已经说完了 是这个位置放得对 如果你的位置正确 其他全部都不用说了 其他的东西都不用说 因为你全部的东西都可以做 因为其他的东西你也可以做 为什么呢? 当你知道 你的旧人已经钉了一样十字架 当你知道你的救我 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你现在是活养耶稣基督了 你知道你活在耶稣基督里 你会自自然 就会知道你究竟如何来生活 你自自然就知道 你要怎么来生活 你就会自自然说 我要读圣经 你自然就会觉得 我是要看圣经 你就会自自然 很多事情会自自然 很多事情会变得很自然的去 所以很容易就是那个位置 第一样就是位置 第一样就是位置 第二个关键就是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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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第二个关键就是在河边扎根 在河边扎根 在河边扎根 一说到河的时候 你要知道河的水是怎么来的 当你要说到河边 你要知道河的水是怎么来的 这个河的水是从天上下雨下来的 这个河边的水是从天上的雨水下来的 河的水就是会动的 河的水是会流动的 河的水是会流动的 有生命的水 所以流动的河流是有生命的 所以英文我们叫做living water 所以英文就是活着的水 有生命的 有活的水 是活的水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知道 当那个树是根扎根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一个树扎根的时候 它在寻找水源 它在寻找的根源 又很简单 为什么在它旁边 很简单就在它旁边 这边我们看到的水是很充足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水是很充足的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水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圣经里面的水是什么意思呢 水其实是叫做神的话语 水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用来清洗我们 神的话语是来祈禁我们 我们看看 《以法所书》第5章第25到26节 《以法所书》第25至26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外教会 为教会射击 要用水直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神圣 Amen, Amen 我们令到教会成圣 要让教会成圣 一定要清洗 一定要清洗 所以用洗净这句是很对的 所以用洗净这句很对 所以我们在属灵里面 当我们扎根的时候 当我们的属灵扎根的时候 那个水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所以那个水是帮助我们的 是用神的话语 来令到我们可以清洗 所以是用神的话语来清洁洗净我们 我们看得到 神的话语里面有讲到 用神的话语来清洗我们 所以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清洁清洗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根扎根的时候 它说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树 当它扎根的时候 就是这个树扎根的时候 它就有力量 它就有力量了 它不单止有力量 它不单止有力量 它还是很稳定 它是非常的稳固 Amen 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可以很稳定 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非常的稳定 因为你知道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 因为你知道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 在这边我们看到 当风吹雨打的时候 当有风吹雨打的时候 你不需要害怕 你不需要惧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因为你已经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扎根了 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力量 但你用神的话语扎根的时候 你有那个力量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话语有了全部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了全部 我们不了解 不明白的答案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 那里解释给我们 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有解释 所以神的话语不单止可以洗净我们 所以神的话语不单止可以洗净我们 但是呢 它可以令到我们扎根 也可以让我们扎根 给我们有一个力量 让我们有力量 所以第二种东西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神可以帮助我们洗净 所以第二个关键就是 神可以帮助我们来洗净 第一 一定要是那个位置 所以第一一定是那个位置 第二就是 如何让神来洗净 第二就是怎么样神来洗净 用神的话语 第三种东西就是受保护 第三样关键就是受保护 我看到他说 有没有什么东西来保护他 我要看看没有什么东西来保护他 但是呢 神的位置里面写什么 因为神的话语说什么呢 他里面写呢 就是 厌洁来到 厌洁来到 那你说到炎热来到 并不惧怕 并不惧怕 为什么呢 很热的时候 因为当很炎热的时候 他都不会害怕 他也不会害怕 但是他那边写什么 那边写什么 叶子仍必清除 叶子仍必清除 在干旱之年 在干旱之年 毫无挂虑 毫无挂虑 哇 这就是神的话语 这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如何来保护我们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如何来保护我们 所以头上一样 你看到很热的时候 因为地区看到是在很热的时候 你在外面的时候是很热的 就在外面的时候是很热的 但是因为你的根呢 是在水旁的旁边 因为你的根就在水的旁边 你的水全部已经进去整个树里面 因为那个水已经进到树里面 即使外面有多热多干都好 无论外面有多燃热多干枯 但是那个树还是很有力量 那个树还有很多力量 因为他受到水的保护 因为他受到水的保护 你看得到吗 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神来保护我们 你看到神如何保护我们 他用他的话语来保护我们 他用他的话语来保护我们 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 其实就是神 你要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神 因为好像《约翰广经》第一章 第一节里面有写到 这个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神的话语很重要 所以神的话语非常重要 我还记得当我很热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很软弱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要有这个力量的时候 但我不知道如何有力量的时候 我每次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我 我每次都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我 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活水 因为神的话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活水 Amen 我还记得我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 我给你一个例子 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我很暖肉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当我很软弱的时候 我看到当你暖肉 尤其是当你病的时候 有时候是你软弱 还有你生病的时候 你看到好像没有人帮你 好像没有人来帮助你 你看到为什么会这样 你会想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理会我 没有人理会我 哎呀很远 我家里很远 我的家非常地遥远 那时候想着一个家 你在想那里有一个家 但是刚好那天我收到一张信 刚好那一天我收到一封信 原来我们英文堂的年轻小组 那英文堂有一个年轻小组 他们说 那个星期 他们是专门寄神的话语给人 刚好那个星期 他寄神的话语给人 哇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哇神真的跟我说话 神真的在跟我讲话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神的话语 好像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 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 你不要举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经王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经过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哇我一听到这一句 你说我一听到这句话 哇英文叫做Map 意思就是我融化了 我已经融化了 他的爱已经融化了 哇我看得到很多的 好像神啊耶稣基督 用那个手指这样 好像耶稣基督要比这个心 给我一样 我们看得到 哇我们天父这样做 就好像天父在做这个动作 哇那个爱好像是 像天上的鞋子打着你 就好像从天上而来的爱 一直在打进我的心 哇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我会跟你同在 他的意思就是我会与你同在 哇我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不需要举怕 我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不需要举怕 哇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过来是不是有什么很辛苦的 你都会知道说 哇我们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辛苦 不开心的时候 神说他会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说了 哇神的话语是这么庸有力量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有力量 你看得到啊 他说的叶啊 所以你也看到那个叶子 清脆哦 是清脆 哇我记得我吃那个黄瓜的时候 我也记得我吃那个黄瓜的时候 那些淋淋的咬了 不好吃 如果那个黄瓜软软的不好吃 但是不是 是清脆的话 又是清脆的 吃的时候 吃的时候 脆脆 好像你吃苹果那样 你吃苹果的时候 一定是 你吃苹果的时候 一定要 他说的苹果一定是很清脆的 那个苹果一定是非常的清脆 哇 你就知道那个黄瓜是很健康的 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健康的 看得到啊 神说这个树的叶啊 清脆 所以神说这个树子的叶子是清脆的 比我来说的 够水啊 意思就是 够水 够充足的水 每一个叶子 他都吸收到那个水 所以每一棵叶子都吸收了那个充足的水分 刚才我们说的 哇 神的话语就好像 水就好像神的话语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就好像水一样 另外一个呢 水呢 另一个意思是水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水代表什么 水代表了什么 圣灵啊 就是代表了圣灵 一说到圣灵的时候 我们会记得看到水 我们就记得圣灵就是水 我们看一下 《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至27 《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至27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们身上 你们粥清洁 结净了 我要结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故围 弃掉一切的牛杖 我也要刺给你们一个身心 将身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随掉石心 刺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紧受真恨我的领章 Amen Amen 哇 这一句 这一句 你看得到说了 很多样的事情 头一看一样的事情 头一看一样的事情 就是水清洗我们 就是那个水清洗了我们 清洗我们的罪 清洗我们想的不好的东西 清洗我们思想的不好的东西 清洗我们的这个idol 也清洗我们的偶像 偶像 我们的偶像 也清洗掉 然后神就说用他的灵 神说用他的灵 用他的灵 来进入我们 来进入我们 不单止进入我们 不单止进入我们 他说我们的心 好像石一样 他说我们的心 好像舌头一样硬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以赛亚书41 哇 一下那个神的话语一进来的时候 就好像神的话语一进来的时候 那个石的心 那个舌头的心 就变了 就变掉了 就算是雪硬的心 就算已经冷藏的心 他都变化了 他也会融化 Amen 哇 神的话语真的令到我们更有一层 知道的力量 所以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有的力量 你这边看得到说 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 你看得到这句话 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 进去了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哇 他控制一切 他就可以控制一切 我们全部交托给他 我们全部都交托给他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你看到他说 当神的灵进入了之后 他说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如何来行神的律例 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来行走神的律例 神的 神的 所以我说 你这个位置放得对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的位置是正确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就会知道 神的话语可以清晰我们 但是神的灵进入我们 神的灵进入我们 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有力量 你看到这个树 不但它的叶子很青 这个树不但它的叶子很催泪 他说什么 干旱年的时候 非常干旱的时候 非常干旱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我们如何撑得住 所以他在说 因为这个是季节 是一个季节 是一个季节 所以它是会再发生的 干旱的日子是会再发生的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神的灵 你继续这样给我们有什么 让我们可以继续来 可以继续的 可以祈足的 继续的 就算是干旱 我们不需要它 我们不需要害怕 第三种就是受保护 看到神如何帮助我们 所以看到神如何帮助我们 好 第一种 第二 位置 第二种是什么 第二 记得吗 很快就不记得了 经济 洗净 一定要比起洗净 一定要让祂来洗净 第三种就是保护 第三种就是保护 第四种 第四种 第四个关键就是 封足 就是封足 我看到这句的时候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爱 我真的非常想要 哎呀 前面那些我听到 哎呀 好跟人哦 前面看到的 我会觉得 但是后面这句 我们很开心 后面这句 我们看得最开心 而且结果不止 而且结果不止 哇 一下子让我想到 一下子让我看到 想到 我以前小时候 让我小时候 我听到一个粤剧 《笑话》 我看到一个粤剧的笑话 哇 她说她要送给她的未来老婆 她说她要送给她未来的老婆 她的嫁妆 一些嫁妆 一些嫁妆 哇 不过是一个猪 是一个猪 金猪有很多小小的猪 哦 一个金猪 还有小小的猪 所以她结婚了之后 她爱的老婆 就生了很多猪子给她 意思就是那个金猪 是一个猪 下面有很多小猪 意思就是 让那个老婆生很多的 生养很多 哇 而且结果不止 而且结果不止 不止啊 不止 哇 你看到那些果 你看看那些果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哇 这些叫封竹 这叫做封竹 其实在说神给的很好的应许 这就是神给予我们很好的应许 因为每一次 你能看到有结果的时候 每次你看到有结果的时候 哇 我们很开心 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能看到 哇 又有事发生了 因为我们看到有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好像我们种花 好像我们种花一样 哇 我们看得到 哇 花已经很美了 我们看到那花已经很漂亮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但是在我们种那些果子的树的时候 如果我们种果树的时候 哇 我们能看到结果 我们看到它结果了 当结果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但它结果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因为那个果树没有结果 你会觉得 哎 为什么这个果树没有果子 如果那个果树不结果的话 你会问 为什么果树没有果子呢 放在那里没有用 放在那里没有用 就把它拔掉 把它拔掉 垂掉 但是没发生的时候 还没发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祈祷 我们一定要祷告 哎 如果果树有果 要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 神给的这个应许 所以看到神给的应许 结果不止 而且结果不止 我们看到这个应许 就一定要是一个信心 所以看到这个应许是一个信心 我们想要这个应许 我们想要这个应许 第一下想到我们 哎 我们可不可以结果子 可是第一下想到我们会不会结果呢 有时我们觉得 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 我们有没有结果子 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 我们有没有结果呢 我们要查一下 我们的属灵的果子 究竟我们有结果多少 我们也要查看 我们的属灵的果子 结果多少呢 Amen Amen 好像一个树那样 好像一棵树 在属灵的果子里面有什么 在属灵的果子里面有什么 我们有九样的果子 我们有九样的果子 对吗 从那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结果子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结果子 在大件事里面 在大件事里面 就好像看到我们在我们的敬拜队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敬拜队里面 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或是在小组里 我们的属灵的果子有没有结果子 我们的属灵的果子有没有结果子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结果子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结果子 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凭信心来接受这个果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凭信心来接受这个应许 因为每个人看到风筑是很不同的 因为每个人看到风筑是不一样 20岁人看到风筑 他就想爱这样 想爱那样 20岁人看到的风筑是我要这样 我要那个 是不是 30-40岁人 30-40岁的人 他的风筑是什么呢 60岁的人 他的风筑是什么呢 50-60岁的人 他要的是什么呢 90岁 他的风筑是什么意思 80-90岁 他的风筑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大兄姐妹朋友 你的不同的阶段 弟兄姐妹朋友 你的不一样的阶段 你都会看到 你爱怎样不同的风筑 你会看到你的风筑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有一次 师母说到 是当你回到天国的时候 记得师母有一次说到 如果你回去天国的时候 你有什么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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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也是一个风筑 你也记得这个是一个风筑 你用什么留下给其他人 你留下了什么来给其他的人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结果子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结果 所以我们知道 我有凭信心 我说我有平信心 我要接受这个 我要结束这个 我要接受这个 结果不止 我要接受这个结果不止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 我这个果树 很多的果 我要看到这个果树 要结很多的果子 这是我们自己想想的 这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但是有方法 就是要交托给神 就是要交托给神 我给你一个例子 给你一个例子 这个Uncle Sam 很熟悉 比如说Uncle Sam 他很熟 因为他种一棵果树的时候 如果他要种一棵果树的时候 他有很多因素 他要看着很多因素 他需要很多因素 来看着它 第一个是看着泥 第一个是泥 第一个是泥 泥一定是好的泥 一定要好的泥 过来师母跟我说 这边的我们种花草 挖到全部都是沙和石 有时候师母说 种花草的全部都是沙 土和舌头 所以你要挖出来 你要全部都挖出来 然后放很漂亮的泥 你要放一些很好的土 所以种树头的一样 就是看着泥 所以种树第一样 要看的是土 你也要保护它 不单止是土 你也要保护好它 不要让那些宠物 去吃它 不要让那些宠物 来吃它 没开始 它已经被人吃了 还没长出来 它就被吃掉了 人同要放肥料 还要放肥料 但是用东西 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样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很不舍得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舍得 那些叫什么 我们叫什么 收剪 收剪 每个人 如果我是剪它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如果我要剪它的时候 我会剪就剪 我就说剪就剪吧 但是那个树 你突然看到 哇 开始看到有结果了 如果你看到 刚刚结果子的时候 神说 要收剪 神会跟你说要收剪 已经多了几粒 已经多了几粒 剪了就没有了 如果剪了就没了 那个概念 其实是说 你剪了之后 它会更多 可是那个理念是 你剪了它 会长得更多 但是我们每次 就不舍得 可是每次我觉得 不舍得 你叫我剪了它 你叫我剪了它 很漂亮 可是它很好看 下次才剪 下次才剪吧 下次过了那个期 你剪了也没用 如果过了那个季节 剪了也没用 所以一定要收剪 所以一定要收剪 但是往往 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可以做 做泥 弄一下泥土 放肥料 放一下肥料 那些我们都可以做 我们都可以做 但是往往 叫你收剪的时候 往往叫你收剪的时候 不舍得 就是不舍得 是吗 有没有 弟兄姐妹 有没有 不舍得的感觉 有些东西 几十年 都是在那里 有一些东西 几十年都已经在那里 不舍得 就是不舍得 我还记得我搬家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搬家的时候 哇 我在马来西亚搬到博士 一个中等的行李箱 一个中型的旅行箱 一个小的旅行箱 哇 就是这样过来 就这样过来 我搬家的时候 当我搬家的时候 我要丢的东西 我要丢的是 我要拿一个垃圾桶来丢 要拿一个垃圾桶来丢 我朋友来帮我丢 我的朋友来帮我丢 他说 韦伦 你不可以用这个 这么小的垃圾桶 他说韦伦 你不可以用这么小的垃圾桶 他帮我看了 他说 嗯 你都要租一个大的垃圾桶 嗯 他说看一看 你要租一个很大的垃圾桶 哇 我们去选垃圾桶 所以在网上选一个大的垃圾桶 五十七 乘十七 所以就是 十车乘以十车 应该够 应该够吧 哎 他说 没有啦 有的朋友说 不 你以为你选这么大 你丢不完 那你要去哪里 他说不 如果你丢不完 装不下 那你要租一个最大的 你要租一个最大的 那些垃圾桶 要用那个垃圾桶 嗯 它是要用一个货炬车来拖走的 哇 我这么大啊 要这么夸张啊 要这么大吗 要这么夸张吗 哎 真的哦 装满啊 结果最后真的是装满了 不单止装满啊 不单止装满 我的隔壁车说 诶 Lawrence 可以借一些东西地方用一下 我的邻居说可以借一下 用吗 可以的那些东西放在那里几十年啊 我邻居的东西也有几十年 我帮一下呢 哎呀 摘一点位置 吊下去 轮居也说 给我一些位置可以丢进去 哇 原来很多垃圾啊 原来有很多的垃圾啊 原来有很多的垃圾 这句呢就是 不要不舍 这句话就是 不要不舍 神跟你说的 一定要收剪 神跟你说的一定要收剪 就算看得到那个果子很漂亮啊 就算你觉得那个果子很好看 哎 剪掉 好吧 就剪掉它 一定要收剪 一定要收剪 因为当你收剪的时候 当你收剪的时候 哇 它的树就会叽更多果 那个树就会叽更多的果子 我要想法 要那个想法 我们的这个 Change of Mind 要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想法 改变我们的想法 因为圣经有说 如何来改变我们的想法 所以要知道 哎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 收剪是很重要的 第一种东西呢 我知道的 有一件事情 其实我知道的 哎 当我呢 就不想爱 一不舍得 有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不舍得 你不舍得的时候 你不舍得的时候 神会帮你剪掉 神会帮助你收掉它 为什么呢 我们这棵 属灵的树 因为我们这棵 属灵的树 谁是大树呢 耶稣基督就是那棵树 耶稣基督就是那棵树 谁是打理那棵树 谁打理这棵树呢 我们的天父 就是我们的天父 《月汉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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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每一次我不舍得的时候 他帮你搞定了 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那时候你说 OK了 没变 OK 没变 他是神 他要照顾我 他要照顾我 他帮我处理了 他就帮我处理掉 那就OK了 那就OK了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 我每次都说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做的就是那个位置 所以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位置 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这个是新的人 我们是新的人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只需要让他做个工作 我们只需要让他来做工作 当他做个工作的时候 当他来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只有我们每次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只要我们每次在耶稣基督在一起 我们天父会帮我们修剪 我们的天父会帮助我们修剪 总结 弟兄姐妹朋友 这些是全部靠信心的 弟兄姐妹朋友 这全部都是靠信心 因为我们有信心向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信心不是说乱感的信心 这信心不是乱来的信心 就是信心向耶稣基督里 就是信心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一起来动工 是吗? 你有天父来帮你修剪 你有天父来帮助你修剪 让太阳照着你 让太阳照着你 天上的雨下来 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个位置 我们需要的就是正确的位置 我们需要看圣经 就是我们需要看圣经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清洗我们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清洗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哥伦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 哥伦多前书三章七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已婚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当他生长的时候 结果不止的时候 结果不止的时候 全部都是神帮我们做的 全部都是神帮助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位置 就是位置 记得说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十五一 我是真葡萄书 我父是灾陪敌人 耶稣基督是真葡萄书 耶稣基督就是真葡萄书 我们是他们的姿子 我们是他的姿子 只要我们的姿子 经常在葡萄书里 只要我们的姿子 经常在葡萄书里 我们就会有那个生命 我们就有那个生命 还有天父会帮我们收窃 就是天父会帮我们收窃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很多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我们知道 今天早上我们知道 其实可以很简单 但是我们每次心里面 有一个不舍得 每次我们心里面 还是有存在者不舍得 因为有时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放了 这么多的投资 每次我们都觉得 我们已经放了这么多的心机 我们已经放了 我们的心机 我们放了这么多的心血在里面 但是神 你透过圣灵 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 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知道 我们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全部交托给他 就算是一个问题 就算是一个问题 就好像那棵树 种向一个正确的地方 栽种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要靠近那个河流 要扎根 有这个力量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祈求你大大来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当我们听见这个道的时候 有这个信心 也知道 你就是天父 你是神 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意义 今天的讲道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姊妹 约定你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